好我们再看到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在7号端出政策牛肉提出 桃园幸福里程数 市民搭乘公车每天享有钱 20公里免费 U-Bike钱60分钟免费 记者提问时说到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接受外媒专访时 似乎动怒喊时间到了 张善政的回应是 重点应该是苏贞昌 徐国勇等官员 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 为什么会动怒呢 首先公车我们每天 有20公里的免费的额度 所以搭乘公车在20公里以内 换句话说就是都不收费 那么另外还有10公里 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就是刚才我Chay U-Bike 乐活单车10公里 这10公里计算的基准 是免费60分钟的时间 那么大概是10公里 就是昨天朱立伦接受 德国记者访问的时候 朱主席在谈话的过程里面 直接打断之后就说 访问结束 我倒要先好奇的 请问一下就是 我们目前民进党的行政官员 像是朱生昌或是徐国勇等等 为什么他们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 我想这个是大家应该更关心的事情 因为他们是在其位的人 我想不管是什么质疑 民进党提出来什么质疑 我们都是尽量去澄清 我也特别讲了说 这个案子第一 我在以这个主持人的身份 从头到尾光明磊落 第二 这个案子的经费 我一块钱都没有进口袋 我们不是有说要开记者会解释吗 怎么过来到现在走开 我们在准备 最适当的时机来开记者会 你说财政局公布的数据 现在桃园市政府的负债比例非常高 是的 这个新闻我有注意到 铁路地下话从明年开始 市政府要分摊的这个经费 比今年去年多很多 去年今年市政府每年大概负担 差不多一两亿左右的这个数字 明年会超过十亿 所以我刚才说 新当选的市长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不但是负债的数字相当高以外 每年以后的这个公共工程的这种负担经费 地方分担经费也会非常的高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市民朋友看清楚 需要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 来担任市长这个职位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民爆料 好几个月前还没有进入选举期的时候 黄珊珊曾经想过自己去选台北市长 然后让沈慧宏接任台北市副市长的职缺 针对这个爆料 黄珊珊听到之后是啼笑皆非 他表示从来没有这件事情 不要选举一到就政治操作 那当时就知道林志坚的论文会有问题吗 所以才没有找他来 是这样吗 还是 我们没有 林志坚我知道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找去选新竹市长 对啊 所以我我没有 副市长是市长的职权 不是我的职权 不是我要给谁接就给谁接 这是市长的 而且第二个台北市能不能补第三回副市长 很早大家都知道了不是吗 所以根本没有这件事 我觉得选举不需要每天都在做这种政治性的操作 新竹在民进党自己把自己的选举弄成这样 我觉得其实是也伤害了这位 这位伤害了沈慧宏 我觉得新竹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有这种政治操作 希望 我还是希望大家支持没有包袱的高红安 政治操作没停过 在新竹也发生 这个新竹国民党参选人林庚仁的两本硕士论文 就被民进党指控为抄袭 那林庚仁也强调自己的论文可能写的不是很好 但是原创性绝对经得起考验 而且他也主动把相关资料和论文分别递交给了 焦大和中华大学 让校方来审查 为的就是要全力捍卫自己的清白 我的论文经过比对符合中华大学现在的标准 论文的原创性绝对经得起考验 有输入的部分我细心检讨 愿意接受严谨的审查 坦然面对 撰写论文的过程 需要家人的支持 特别感谢我的太太 除了陪伴与鼓励 为了让我能更顺利完成问卷调查 还亲手帮我包粽子 送给印语填写问卷的受访者 表示感谢 是我完成入文的重要关键人物 昨天下午我就已经到中华大学 递交硕士入文申请调查 但校方表示未收到剪辑而无法受理 今天我也会在将相关资料 递交中华大学 也会虔诚的配合校方的审查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林耕仁五号就主动 就把交大的硕士论文 送到阳明交大学轮会 让校方来审查 接着他今天也到中华大学 交务处递交论文的相关资料 那林耕仁强调自己 虽然论文可能写得不是很好 但是原创性是经得起考验的 有疏漏的地方他会检讨 也绝对配合审查委员会的调查 全程参与并完整说明 为自己的诚信和清白辩护 另外一个网红四叉猫刘宇 今天在脸书爆料 民众党台中大理雾峰市议员 参选人江和树的名片 与民进党台中北区市议员 赖家维有雷同 质疑有抄袭之嫌 那江和树出面驳斥抄袭 痛批炒作新闻毫无意义 赖家维也做出回应 带你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非常惊讶 那么看到的时候我想说 奇怪这个名片怎么跟我名片 怎么像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名片的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以后我就发现说 怎么连sloken跟我的 长期使用的sloken都一样 最近发现了 民进党的颜色 一直在融入到我们民众党来的颜色 就是递分你很简单 我还是要反问你们 你们居然用到我们的颜色 这样你是不是也抄行呢 纳闷了一点 而是我已经当上里长 今年第四年 所有的民众的服务 就是只要一通电话 我服务就OK了 这是很正常 这是一个很共同的语言 除非你就是有注册 你跟我们说 你这个字已经是你专用的 我再来用可能就是我们不对 像核素新选择 很多人现在都在用新选择 你到底你是北区的议员 我是大理物丰区 为何要去混淆这种声量呢 还是你担心什么 不需要吧 我们不同区 大家互相彼此祝福就好 管理这个部分 我就不用就好了嘛 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 为什么去炒作这个新闻呢 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疫苗 指挥中心已经核准了莫德纳 次世代疫苗开放使用的追加剂 那指挥官王碧胜也表示呢 关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他在下目前来看呢 已经下定300万剂 目前对方也已经安排出货了 关于我们BA.1 这个双架的次世代疫苗的到货 那我们已经跟 莫德纳公司已经有 有订货了 那初步来讲 我们是订300万 第一批我们是希望300万 那到货的时间 他现在正在安排出货 那他们也答应 要尽快的 寄这个测试品来给我们 那测试品如果拿到 那我们未来在风签检验的时候的时间 就可以再节省一些时间 可以再快点施打 目前的进度是到这边 座所长这边非常非常努力 在跟他们在接洽 那他们是在已经在安排出货的 相关的这个时程 那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包括这个机位 这些相关的出厂的这些程序 那既然已经都接受了这个我们的 购买 那他就是会尽快的出货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有讲测试品也先来 让我们这个风签检验时间 能够再缩短 那一切就是为了说 让我们的这个B.A.1 双加的次时代疫苗 能够早一点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打到 那我们现在就是估计 应该是9月下旬可以打到 这样估计 9月下旬可以打 那可能更早一点会就先到货 我们希望是这样子 但是中间还是有变数 所以也没有办法把时间说得很明确 这样子 了解 我想有消息 我们就会主动跟各位报告 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